畫面中 女童向前跑 要過斑馬線 遊覽車也剛好要右轉 下一秒 龐大的車身 硬生生把女童撞倒 事發後 遊覽車司機有下車查看 緊接而來 一輛自小的車 又輾過已經倒地的女童 造成二度傷害 遊覽車司機沒等警方道場 隨即開車落跑 涉嫌肇事逃逸 女童傷勢嚴重 到院前就沒了生命跡象 女童肝臟 失戀傷 四肢多處差錯傷 那今天受醫急救後 人宣告不治 這起事故 發生在二號下午五點多 女童連遭兩車擦樁後慘死 讓媽媽好心痛 控訴遊覽車司機 撞了人就跑 還把責任撇得一乾二淨 兩名駕駛九測池都是零 遊覽車駕駛被移送地檢署偵辦 詳細事故原因 還要進一步調查 才能還給家屬真相 機場長吳宜宣 桃園採訪不到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